在今天的科技世界中 USB-C已经成为许多手机厂商的标准接口 如小米、华为、Samsung、Google和OnePlus等 即使如此 苹果公司iPhone仍然使用着Lightning接口 但欧盟的一项新规要求 自2024年底开始 所有手机、平板电脑等便携便携式电子设备充电口 必须统一采用USB-C接口 苹果公司将会在未来的iPhone中改用USB-C接口 那么,为什么iPhone要改用USB-C接口呢? USB-C有什么优点呢? 什么是USB-C接口? USB-C是一种新型的通用接口 是由USB IFUSB Implementers Forum 所制定的一种新一代的USB接口标准 苹果公司是USB开发者论坛的主要成员 USB-C它可以在传输资料 充电、音讯和影像等方面提供更快速 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USB-C比Lightning好? 一、更快的传输速度 相较于Lightning USB-C的传输速度更快 USB-C的传输速度可达10Gbps 是Lightning的两倍以上 这意味着 用USB-C接口传输资料会比Lightning更快 这在传输大型档案或进行影音编辑时非常有用 二、支援更多的设备 USB-C是一种通用的接口 许多不同的设备都可以使用 比如,你可以使用USB-C接口将笔记型电脑连接到外接显示器上 也可以将USB-C接口用于行动硬碟 摄影机、充电器等等设备 三、更快的充电速度 USB-C不仅可以进行传输 还可以进行充电 而且,它的充电速度比Lightning更快 USB-C支援的功率较高 可达100万 这使得它可以更快的为设备充电 例如笔记型电脑或平板电脑等 此外,USB-C接口还支持更高的功率传输和更高的数据传输速度 这些优点也是iPhone改用USB-C接口的原因之一 苹果公司一直致力于提高iPhone的性能和功能 而改用USB-C接口也可以让iPhone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当然,USB-C接口也有一些缺点 例如,USB-C接口的插头形状与Lightning接口不同 需要更换相应的线材或转换器 USB-C接口的标准不统一 可能会出现相容性问题 总之,iPhone改用USB-C接口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 这将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和更高效的传输速度 我们期待苹果公司未来的产品能够继续推陈初心 为用户带来更多的惊喜和便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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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